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鲨鱼工作室的公共频道 在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深入分析了当前关键的经济环境 并揭示了来自华尔街大佬对美股1月份走势的看空观点 今天,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重要的经济数据和整体环境 并且准备爆料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观点 在过去的一周中,全球经济面临着许多挑战 这直接影响到了美股的走势 我们关注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数据 如就业率、通货膨胀指数、制造业数据等 以全面了解当前经济形势 这些数据将为我们提供洞察力 帮助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市场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揭示一个更加震撼的观点 关于美股即将被空头所包围的局面 这一观点可能会对投资者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请务必密切关注我们的分析和爆料 我们将分享专业的观点和建议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市场 并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让我们一同探讨这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为未来的投资之路做好充分的准备 请继续关注鲨鱼工作室 我们将为您提供最新、最全面的财经分析和资讯 新数据显示 美联储在上周三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12月份工业生产仅增长了0.1% 这一增长略高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0.1%的跌幅水平 同时,产能利用率保持在78.6%符合预期 产能利用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工厂 矿山和公用事业运营限制程度的重要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 在第四季度 工业生产年率下降了3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一个板块 表现优于其他板块 即医疗保健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医疗保健板块 在周三尝试小幅上涨 时而出现绿色 而其他板块则在红色市场中交易 图表观察者对医疗保健股票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这些股票在2024年迎来了强劲的开局 12月美国零售额的增长 标志着备受关注的数据 已连续第六个月超过预期 这一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 我们不难发现声明中表示 12月份消费者的支出没有减缓 尽管目前并非美国经济的一切都可能显得笨拙 但美国消费者仍在持续支出 12月份强劲的零售销售报告 出人意料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 但也因此数据导致科技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这已经是连续的下跌形态 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 市场是否会走出我们上期视频强调爆料的结果 美股1月份会出现虎头蛇尾的走势 并且详细阐述了下跌的时间和周期 没有补课的小朋友可以先点赞再阅读 同时市场也有投资机构表示 由于去年市场表现强劲 轻微的回调是很自然的 爆料者认为 投资者先前通过对今年的六次降息进行定价 但现在意识到实行降息可能不会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 他还说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 未来几周第四季度收益报告将备受关注 任何出现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一些股票的大幅下跌 除非美国工资增长和通胀 因劳动力市场更加疲软而放缓 否则美联储不太可能降低利率 前期就有爆料疯传 12月零售销售报告发布的前一天 有人就爆料了 通货膨胀对美国经济来说 仍然是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 金融市场对于强劲的工资增长 可能重新引发通胀的可能性置之不理 美国消费者在2024年保持良好支撑 因为12月的零售销售报告 让投资者感到惊讶 月涨幅为0.6% 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0.4%的增幅 和11月的0.3%的增幅 虽然该报告支持了消费者和整体经济 在2023年底处于稳固地位的观点 但经济学家仍然预计 随着家庭驾驭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加剧 消费者支出增长在未来几个月将下滑 他们会认为 将强劲的零售销售报告 归因于工资增长仍然稳健 通胀回退 这支持了2023年底的稳定消费支出趋势 股市飙升和汽油价格下跌 也助长了年中消费者情绪 尽管展望未来 随着劳动力市场势头的疲软和成本疲劳的到来 预计消费者支出势头将进一步降温 有人甚至声称 在2023年增长2.2%后 消费者支出将在2024年增长约1.3% 甚至在12月强劲的零售销售数据公布之前 一家主要华尔街银行的一位策略师就已经在脑海中 弥合了主要央行今年搁置的情况 他承认今年不降息的想法似乎不现实 但仍然值得考虑 欧洲央行官员一直在大力反对3月至4月降息的投机行为 美联储州长上周二表示 决策者不会基于削减 现在市场参与者正在重新考虑对美联储3月削减的预期 这不得不让一些投资者认为 一切都很好 但投资者应该小心不要走得太远 此时传来了市场的声音 对于第一次降息的时间和幅度已经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预期 尽管我们允许一些空间进行更深入的削减 但我们并不惊讶看到市场做出反应 并认为对一些削减市场降息和相关股票市场的定价是合理的 然而我们也提醒不要过度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 欧洲央行行长也同意一个观点 即削减的时间可能取决于数据 他们指出 我们认为4月和6月的可能性大致相等 而美联储有官员表示 目前还处于遥远的范围内 他们强调 有些人在市场上可能忽视的或没有足够重视的是 央行共同担心过躁开始 不得不停止或扭转方向的风险 他们指出 这意味着央行可能会比一些合理的市场参与者开始的时间晚一些 我们需要将之一点考虑在我们对编制的预期中 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疲软方面 没有更为明显的强制手段 当前消息面的主要矛盾在于对降息预期的尺度 由于目前存在一些经济数据过强的迹象 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 接下来将成为考验华尔街空盘 或与美联储货币政策配合的阶段 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市场可能给予我们的惊喜 我们近期又得到了一个继续看跌美股走势的爆料 大家不妨听听看 爆料者声称 当前市场看起来失去了动力并正在下跌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周出现下跌 多次未能创下今年新高 买家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是 目前市场价格极其昂贵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交易价格 是分析师对该指数公司来年预测的19倍 大约是自美联储于2022年初开始加息以来的最高适应率 而较高的利率会降低未来利润的价值 这一倍数还意味着美投资该指数19美元 就能获得1美元的收益回报 基本上是5.3%的收益率 在没有承受股市波动压力的情况下 这仅比几乎无忧的十年期国债 4%的收益率高出1.3个百分点 投资股票相对于债券的溢价历史上 又高出1.3个百分点 实际上 没有多少股票投资者持悲观态度 这本身就是市场的一个风险 它借用了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的一项调查 数据显示 约20%的收房者持悲观态度 这至少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意味着大多数投资者普遍堪涨 这种积极情绪可能意味着购买力下降 每个可能买入股票的人都已经这么做了 他们不太可能以更高的估值购买更多的股票 并承担额外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机构的基本观点 仍然是2024年上半年以调整为主 这就是为什么投资者或是有信心的投资者认为 每次下跌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做空美股 并确保获利的机会 他们不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看好的股票 而是宁愿在市场调整时充满信心的进行做空交易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种交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因为做空者不会怀疑自己的决定 与此相一致的是 做空市场的空间很大 爆料者声称有超过一亿股股票 在做空交易基金中搏杀 根据数据分析 这是自2018年以来最低密的空头环境 约占ETF总股本的10% 2020年 过去6年的最高空头环境约为2.4亿股 这意味着更多的空头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市场 甚至增加一倍以上 如果一波卖空者出售借来的股票 可能会导致股价大幅下滑 这种抛售已早不宜迟 尤其是考虑到利润预测 似乎可能会下降 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以来 标准普尔500指数 今年的每股收益总体预期 已下降约3% 但自1997年以来 每股收益预期平均每年下降10% 分析师还会下调更多的预测 因为利率上升的影响 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减少消费者和企业需求 富国银行已经表示 鉴于经济可能疲软 与其今年净利息收入 将下降7%至9% 市场看起来即将下跌 现在可能不是大肆买入股票的时候 我们看完了今天的绝密爆料 再回头看看经济面的重要变化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1月13日的7天内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 降至18万7千 达到16个月来的最低点 然而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力市场 或美国经济整体变得更加强劲 在进行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显示 与前一周相比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人数减少了16000人 但这一下降被纽约州与学校假期相关的申请数量大幅减少所夸大 实际未经调整的纽约州申请量下降了17176分至20800分 扭转了前一周的大幅增长 这种波动通常在学校放假期间发生 经济学家指出 由于临时招聘和假期期间的波动 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经常出现起伏 因此他们更愿意 等到2月份再收集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趋势 总体趋势显示 在过去几年 企业招聘大幅增加后 现在开始缩减规模 尽管经济放缓 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仍然强劲 大多数公司都在避免裁员 强劲的就业市场和低失业率 被认为是经济抵御衰退的主要支柱 尤其在利率上升时期 主要细节显示 在向联邦政府报告这些数据的53个州和地区中 只有22个州和地区的新增失业救济人数有所下降 而其他31个州的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略有增加 但幅度较小 与此同时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26000人 降至181万人 然而 过去一年中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逐渐增加 表明人们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找到新工作 从未经调整的数据来看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总计289228人 与一年前同一周的288,330人相比 表明裁员率仍然很低 对未来的展望 美国经济学家表示 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证明了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弹性 并且因此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判断 我们认为在夏季之前 劳动力市场不太可能出现大幅下滑的理由不多 这个判断或许对于美联储的降息行动 给出了一些偏向于负面的参考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数据的变化 即将揭晓的重要美国GDP数据 将成为市场的短期关注焦点 这一数据的公布 预计将对市场产生较大的刺激效应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美联储是否能够在三月份采取降息行动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 为市场提供一锤定音的参考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这一关键数据 因为美国GDP的表现 不仅反映了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 还可能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GDP数据好于预期 可能会减轻美联储降息的紧迫感 反之则可能加剧市场 对即将到来的降息可能性的猜测 这一时刻将成为 投资者评估市场走向核风险的关键时刻 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一数据的发布 并在后续视频中 为大家解读其对市场的潜在影响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获取及时而专业的市场分析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期待与您共同分享更多财经见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